大家好,我是小木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在过去一段时间也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 提及在咱们的频道有一段时间没有聊到RG方面的致死或更新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回到这些话题 Anthropic在9月19日发布了一篇博客文章 介绍了RG方面蛮有用的一种技术 基于上下文的检索 今天呢,我们就来基于这篇博客文章来学习如何实现基于上下文的检索 以及它是如何提高RG的检索质量和效率的 那现在呢,咱们就跟随Anthropic这篇文章 Introducing Contextual Retrieval 来了解什么是基于上下文的检索 以及它能帮助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我会将文章的链接以及后续的实例代码链接都放在视频描述中 感兴趣的同学呢,就在描述中取用 我今天呢,就不逐行或逐段的分享这篇文章的内容 我们来挑选核心的内容来介绍 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通过文章阅读再次来复习这部分内容 基于上下文的检索与传统检索有什么不同呢 那就要从最传统的RG系统说起 我们通过这张图表来介绍最原始最传统的RG系统长什么样 在传统RG系统中对每个文档会做分块 为每个分块在基于文本嵌入模型得到它的向量表达形式 将向量数据存储在向量数据库中 这是数据的准备阶段 当用户提问或我们需要查询相关文档时 将用户提问或文本转换成向量数据 再到向量数据库中基于相似性来进行查询 这样呢,就得到了所谓的相关文档 这些文档会结合用户的提问交给大模型做推理 随着技术的演进,我们发现了 文本嵌入模型应用呢,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捕获语的相关性 但是在一些应用场景中也是会导致错过一些关键的数据或信息 换句话说,我们无法通过这种方式 总是捕获到真正最相关的文档或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传统的技术被引入 帮助我们改进这些RG系统 其中一种方式呢,就是应用了BM25 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 是利用elasticsearch 这种传统的搜索架构或技术站 帮助我们弥补 基于文本嵌入模型的缺陷 通过利用它来帮助我们搜索一些 预料数据,文献数据 这些数据中呢,包含一些唯一的标识服务 或一些技术术语 在这些应用场景中呢 ES或BM25非常好用 也能够解决许多实际的问题 简单的举个例子 在文档这里呢,给到我们一个实例 当用户查询error code TS999 文本嵌入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关于错误码 error code相关的一些语料 但是呢,也有可能错过一些精确匹配 比如TS999 这个精确匹配的文档 当我们提问error code TS999 我们其实特别想要得到的就是精确匹配到TS999的预料 BM25或ES正好能够弥补这一块 它能够利用我为这个特定的字符串 找到相关的文档 这就是关键字搜索 能够为我们带来的争议 因此呢,一个标准的RG系统 就像现在这个图表所演示的 对语料做分块 分块后呢,有两条路 一个呢,是利用文本嵌入模型 生成向量数据 存储向量数据库 另一条路呢,是将这些分块 通过TFIDF或BM25系统 更具体的说,咱们可以举个例子 通过ES将其锁引 当用户提问时 我们会分别从向量数据库搜索相关文档 再从ES搜索相关文档 分别是基于向量数据的检索 以及基于关键字的检索 将这些结果通过RankFusion 来排序得到TopK 我们最想要得到的前五个 比如文档分块 将它交给大模型进行推理 这是一个标准的RG系统 那在这么一个系统中 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介绍 在这篇文章中 给到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当用户提问 What was the revenue growth for ACME Corp in Q2 2023 用户想知道这家公司 在2023年二季度的利润增长情况 我们查询到的相关文档 可能是现在高亮的这一段文字 公司的利润增长 The company revenue grew by 3% over the previous quarter 如果我们仅仅将这段文字 交给大模型进行推理 很有可能到错误的结果 因为这条语句中 并没有提及这家公司 是否是用户提问中提及的公司 也没有提及这个季度 是否是提问中 所期望知道的季度 那这个文本中呢 就没有上下文信息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会引入 基于上下文的检索 contextual retrieval 那我们看看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先高亮这一段 这一段例子或者代码 或尾代码呢 就给到了我们一个很好解释 原始的文档分块 就是刚才咱们介绍这句话 没有上下文信息 而下面这个分块呢 给到了我们具备上下文信息的文档分块 其实就是基于原始的分块 注入了上下文信息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 基于上下文检索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首先来到下面这张图 给大家看看 这个基于上下文检索是怎么做的 文档依然需要分块 每个分块呢需要做处理 怎么处理呢 我们一会介绍 处理后得到的新的分块 是包含了上下文信息 以及原始分块的 后续逻辑不变 同样会走文本嵌入模型 和TF-IDF这条管道 或者说会注入到ES做索引 现在我们回到上面这部分 来看看上下文信息 是如何注入到每个分块 我们依然会用到大模型 在这里给了一个提示词 它其实更像一个模板 在这里面需要两个数据 一个呢是整个文档的内容 一个呢是分块的内容 这时通过提示词来告诉模型 基于原始的文档内容 以及分块内容 生成一段简短尽要的上下文信息 这个提示词中特别还告诉模型 回答中只需要包含这个上下文信息 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 这样呢通过模型来为我们的每一个分块 生成必要的上下文信息 咱们现在呢再高亮一下这两个变量 通过这种方式将原始的分块 转换成了具备上下文信息的分块 也就是contextualized chunk 那现在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是怎么做的了 基于上下文检索的预处理这里呢 咱们再看这张图 对每一个分块 利用刚才介绍提示词 利用大模型 得到一段 简短而惊要的上下文信息 将这个上下文信息 和文档分块组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新的分块 交付给后续的处理流程 这就是基于上下文检索的核心概念 在这里大家应该意识到 当我们使用这个提示词 为每一个分块做处理 生成上下文信息时 开销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随着文档越来越大 假如我们有一个庞大文档 一记的文档 得到了很多分块 每个分块都需要利用原始的文档 来进行上下文信息生成 这个token的开销是非常庞大的 当然我们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可以改进 并不需要将整个文档 都交给这个提示词 来做上下文信息生成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滑动窗口 将当天分块的前后若干的字符 作为一个分块 交给提示词 帮助我们生成上下文信息 Athropec还为我们提供了 Promocation这个机制 提示词的缓存 这是能够有效的降低 在上下文检索 机制实现中的token开销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来了解一下什么是Promocation 我会在视频描述中 同样将相关的文档链接 放在视频描述中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通过这些文章来学习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些数据 标准的检索 当我们没有引入上下文信息时 如果我们仅仅使用文本嵌入模型 那么大致的检索失败概率 会是在5.7% 当我们引入了BM25或比如说ES 那么失败率呢会降到5%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基于上下文的检索 仅仅使用embeddingmodel 以及引用BM25 它的失败率呢 分别是3.7%和2.9% 显然能够有效的降低检索的失败率 在最后还介绍了另外一项 提高检索性能和质量的手段 Reranking 我们在过去的视频中也曾经介绍过Reranking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点击视频上方链接 回到当时的分享 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利用 Cohere Rerank Model 提升RG系统的检索质量的 Reranking模型如何引入一个RG系统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步骤 首先还是会做最传统的这种检索 从相当数据库 或从yes 得到相关的前 比如150个文档分块 再将这些分块 结合用户的提问 交给重拍模型 重拍模型能够基于相关性 以及相对于提示词的重要性 重新对这些分块进行排序 最后呢 给到我们最相关的前 比如20个文档分块 咱们再将这些分块 交给大模型进行推理 这就是重拍模型 给我们带来的增益 在这个RG系统中 重拍模型放哪呢 通过下面这样图可以看到 绝大多数前面的部分 都不会有变化 仅仅在Rank Fusion 和生成式模型之间 引入到了Ranker 它会基于Rank Fusion 交付给它的TopN分块 来重新排列 得到咱们需要的TopK 再交给大模型进行推理 这就是重拍模型 给到我们的增益 最后一旦看一张图表 看看重拍模型 能够为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效果 在标准的检索模式下 我们没有引入基于上下文的文档分块 相较于文本嵌入模型和混合模式 比如也就是文本嵌入模型加BM25 当我们引入Rerank 能够将检索失败率降低到3.5% 那么在基于上下文的检索中 如果我们再用到Rerank 检索的失败率会降到1.9% 这个数据并不是一个绝对的 这是一个趋势 随着新的技术 以及一些解决方案的引入 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提高检索的质量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中给到的 实力代码 实力代码在文章最前面 已经给到了这份Cookbook 现在我在这里呢 已经打开了这份Cookbook 我们快速地浏览一下 看看它其中的一些核心的代码部分 在这里会用到一系列组件 在实力代码中用到的呢 当然大模型用的是 Athropec提供的Cloud模型 Voage AI提供了云端的限量数据存储 Cohere提供了充拍模型 大家对应的呢 去设置一下自己的API Key 后续我们会提供一个 本地化模型的解决方案 当然Athropec所提供的Cloud模型呢 大概率还是会使用的 那我们继续看实力代码 首先初始化一个 限量数据库的类 这个限量数据存储呢 就是用的Voage API 我们来看最基本的一个REG 最基本的REG做的事情呢 非常简单了 对文档进行分块 对每一个文档分块呢 做限量化 再利用cosign similarity 来检索相关文档 这也是咱们过去 已经反复介绍过的概念和流程 在这种机制下 当我们利用不同的验证数据 及进行验证时 得分情况 咱们看看 0.8 0.87 0.9 大家可以简单记一下 这个得分的情况 这三个数据 后续呢 还会利用同样的数据 及进行评估 看看不断引入新的技术和 解决方案 是如何提高这些分数的 接下来就是一个 技术上向文的 文档分块的实现 也就是contextual embeddings 在这种机制下 核心函数是 situate context 用到的是 clause3 Haiku这个模型 在这里呢 通过cache control这个字段 启用了prompt caching 正是通过这个函数 对每一个文档分块 注入上向文信息 在这种机制下 来看看它的得分情况 除了得分 它对token还做了统计 大家可以来运行一下 这个视力代码 看看究竟输入输出token 在缓存的帮助下 能够有多大的节省 我们来看 这个评估数据集 运行后的得分 提升到了0.86 0.92 0.93 接下来呢 会引入BM25 刚才咱们介绍了 非常典型的呢 就是利用elasticsearch 来做基于关键字的数据的索引 通过docker在本地运行一个yes 代码中也是这么做的 将关键字的数据信息的索引呢 存储到了yes 那来看看它的评估得分情况吧 在这种模式下 来看看它的得分 得分呢 提升到0.86 0.93 和0.95 最后呢 会引入 Reranking Reranking用的是 Cohere模型 在这里 模型用的是 Rerank English V3.0 这个模型呢 是针对 英文的语料 进行重排 如果大家是使用一些 非英文的语料呢 建议可以使用它的 Multilingual Rerank Model 来看看它的重排后的得分情况吧 分数提升到0.91 0.94 和0.96 随着不断地引入新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呢 得分情况也越来越高 那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基于这份示例代码 来跑一跑 看看整体上 基于上下文的检索 是否真的能够帮助自己 提高RG系统的检索性能 那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 希望基于上下文检索呢 能给到大家一些思路 关于RG系统的检索质量提升 在哪些方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改进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看看基于上下文的检索 究竟有没有用 能够给到我们多大的性能提升 那咱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视频分享再见 同学们 拜拜